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一小节 咱们讨论了变量的引用 知道了什么是引用 就现在给一个变量再起个名字 对不对 对这两个名字的任意一个操作 另外一个都变化 这是引用的一个原则 当然咱们去理解底层的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要讨论一下 引用的一些细节 需要的几点注意的地方 那上节课的这些图片 我没有关掉 对吧 那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看一下 如果咱们不按引用去记的话 不按引用去记的话 对吧 是把变量的地址 加个安德福 是不是取出来 对吧 所以第一点 咱们在引用的时候 咱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只有变量 才什么 才有地址 地址 这个值大快了 才有地址 对吧 因为变量是才在内存里边存的固件 有变量没有内容是还有地址 对吧 所以说 也就是 只有什么 只有变量 才能 有 引用 清楚这点吗 也就是我们在程序里边 按照这个程序 把$V是个变量 能把地址取出来负给C C才是A的引用 对不对 那我这样做 $VD等于 安德福 直接写个10 我这样写可以吗 对 10是 它不是放在变量里的 对不对 直接是一个值 内存是不是没法存它 对不对 所以它就没有地址 对吧 没有地址就取出来 所以这样的语法 我们来密研一下 你看一下 会不会有问题呢 是不是告错了 对不对 对 10是没有地址的 安德福是取出来的 这点一定要注意 那 后期咱们经常 在什么地方用呢 现在跟大家稍稍说一下 后期以后咱们再做 经常会用到一个函数 比如声明一个Demo 里边会这样去声明一个变量 会这样去声明一个参数 那我们在调 当然这个大家还没学过 那我在存的时候 存一个100 这是不对的 因为100是连页的话 100是取出来地址的 听懂吗 这个时候在调的时候 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参数 必须传一个变量 就把这个变量地址取出来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呢 这是咱们第一个需要重点注意的 当然还是美学 咱不用重点去讨论 后面到函数的时候 我们具体的向大家介绍 OK吧 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 什么 只有变量才有地址 对吧 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就是咱们上一小时说过的 引用的关系一旦达成之后 怎么的 一个变量发生 发生变化 对吧 另一个变量的值 也会变化 这点大家都清楚了吧 那因为我这话是把地址取出来 它是别面的关系 一个变另外一个变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第三个 咱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呢 那这种引用关系能不能解除呢 引用关系能不能解除呢 删除变量 好 那我阿妹子说了 你看啊 我现在把这个去掉 W非等于10 这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那如果用删除变量的话 先判得这个变量从存在 如果 我这话 虽然他没学内语法 但是先大家认识认识 这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 记着这个工具当学过吧 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存在 对不对 我判断这A变量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我这话 I扣一个 怎么 这个 变量 存在 对吧 否则 我这话 加一个 输出 没有 这个变量 对吗 那现在对于这个程序来说 A变量现在有没有 有 对吧 然后 刷新一下 这个变量是否存在 然后我在这儿的话 干嘛 删除 Unsight 删除道路飞 这个A如果不写这条代码的话 什么时候这个A被释放了 在内存中 程序完 执行完 对 面子说的对 在整个程序执行完之后 内存是不是就释放了 但是我加上了这条语句 提前释放 就把A在内存中直接删除了 那我现在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变量了 那但是我现在是这么做的 我把刀罗飞 刀罗飞 刀罗飞 等于 安德福 刀罗飞 我给A起了一个别名叫B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再删除刀罗飞 那他俩都说了 在不删除之前 他俩现在建立引用关系了 对不对 我给A负上什么值 B是不是就什么值 我给B负上什么值 A是不是什么值 他俩是绑在一起的 对吧 但是现在我直接一个 Unsight的A或者Unsight的B 比如说Unsight的A 那我这会判断B 变量存不存在 这俩既然是绑在一起的 负上负值是同样的 读值是同样的 对不对 但是我删除的时候 这俩绑在一起 是不是一起全删除了 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 那我们看一下 不是 看一下 这个变量存在 你看我删除的是谁 删除的是A 他俩绑在一起了 但是B还在 这什么关系呢 如果没有引用关系的话 比如说A的C 这是一个变量 一个意思 对不对 如果没有引用关系的话 它就是一个名对一个值 对不对 Unsight的一下 就删掉了 但是如果这个变量 有两个值 就是有两个变量 就是有引用关系了 对吧 Unsight的只是删除一个 也就意味着解除引用关系 比如说Unsight 那么我在这会儿 就把A删除掉了 知道吗 C还在 就相当于去掉一个名字 比如说 你叫BN竹 那你另外一个名字叫妹子 对吧 那假如说我把妹子去掉 就怪你叫BN竹 对吧 那只是 不要让别人叫你妹子 只剩BN竹一个了 对吧 所以一次性 它有多个名字的话 一次只去掉一个别名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这话 记一个笔记 在使用Unsight 这个函数时 函数时 如果有引用关系 怎么呢 只是 解除了这种什么 引用关系 也就是什么 只 应该说只删除一个名字 对不对 另一个还在 对吧 如果想的彻底没有 那它有几名字 我就得用Unsight几次 才能删掉 这两面也清楚了吧 这个地方是咱们也是 正常用的 虽然咱们现在刚开始学语法 虽然这个东西咱们说是很有用 但是你现在也不知道在这用的 如果拿后边的知识来现在讲的话 大家会更迷糊 对吧 所以咱先就认识到这就可以了 后边遇到的时候跟大家说 好吧 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行 后边我在写的时候不会重点据说 但是你也别若生就行 那第四点 什么呢 现在妹子 我这个内存图咱们再分析一下 现在我这么做 同样是这个 我现在不删除了 删除的一块 他说完了 对不对 现在我把WB的值附上99 A的值变变 是不是也是99 把A的值附上99 B的值变变 那我现在生命的是一个变量C 等于100 看到了吗 然后DWB我再等于 安的幅 DWC 那我现在再给B的值附上99 那我再输出DWA的值是多少 现在妹子想象一下我这个题 方向A是10 把A的值附上 B的值是10 嗯 那在这个的 在这个位置 A是10 把A的影用付给了B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A的值变化 B的值是不就变化 B的值变化 A的值是不就变化 对 刚才说了B的值变化 A的值就变化 我现在给B附上了C的影用 那么A现在是不是C的影用 是吗 是吗 对吧 他没有直接影用 A没有直接影用C的位置 B影用C的地址相当于A影用C的对准吗 这块就是咱们有解决的问题 如果按照刚才怎么理解 A和B捆绑在一起了 对不对 对吧 给任何一个负值 另外一个是不是就变 对 现在B和A是捆绑在一起的 然后把B的值附上C 那A的值正常是不是也是跟B的值是应该是一样的了 对吧 但是这会儿就不对了 什么呢 记住那点 就是当第四点要说的 如果两个变量是怎么的 引用关系 一个一个变 另一个也变 这是到前面说的对不对 但如果给其中一个引用不是普通的值 而是一个新的引用 一个新的引用 则改变引用关系 则改变引用关系 也就是什么 在这块 B是A的边名 对不对 如果负值的话 那B和A是一回事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这块新的地址给B了 那B就跟原来的怎么的 分开了 对 它就变成别的变量的边名了 它就变成C的边名了 所以我在这块 把C的地址给B的话 如果给普通值的话 给B值 是不是A的边 但是我重新把C的地址给B了 B就不是再是A的边名了 而是是C的边名了 所以我把B给上99 那A的值是多少 不变 10不变 对吧 那B的值现在是多少 99 C的值是多少 对 咱分别输出一下 B2 再输出一下 WB的值 再输出一个 再输出一个 WC的值 看一下 是不是刚才能分析的 A的值是多少的 A是10 对 因为到这块已经解除了引用关系 B不再是A的边名了 所以给B复值的时候就不会影响A了 对不对 但是C怎么着 架给别人了 对不对 C现在什么 是C的 就是那个B现在是C的边名了 对 所以B和C现在是困绑在一起的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结果 当当当当当 这个水族 这就是引用的一些细节 当然了 还是刚才咱们提示的 什么 现在你还不知道在哪用 对吧 但是呢 你只要进入这四点 以后不管是面试的时候 还是以后工作的时候 遇到引用的问题 你只要把这四点弄出了 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项目 或者是什么样的面试题里边 遇到的都是这四种情况 你去分析出来的结果 OK 这就是引用的全部细节 当然具体的实际萤幕 在后边的课程中咱们再说 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了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讲到这里